港幅的XGPU三个月只需要10港币和人民币8块多钱 如果你有XBOX主机可以购买XGPU 续费的价格是79港币 如果你没有XBOX只有PC也可以买XGPU 或者是买PC版的XGP就是中间那列 它的续费价格是29 如果你没有PC只有XBOX可以买第三列 也就是主机版 它的续费价格是59港币 第一列和第二列现在的价格都是三个月10港币 这个10港币是活动价 如何从官方的渠道购买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我现在用的是Windows 10系统 来到设置进入时间和语言 左侧来到区域 右侧找到地区 选择香港 默认选择的是中国 相当于是国服 国服是没有XGP这些东西的 我们先把它切换成港服 第二步是进入微软的应用商店 我们去下载一个叫XBOX的免费应用 现在评分是3.7分 虽然它的评分不高 但是它很重要 它是我们Windows电脑进入XGPU的一个重要入口 我们查找游戏安装游戏都是在这个软件里进行的 我们点一下它手为手平的那个图片 XBOX Game Pass 然后能看到两个产品 左侧是在电脑上玩的PC Game Pass 右侧是在电脑主机移动设备上玩的XGPU 现在加入的价格都是10港币 我们点击右侧的就是XGPU下面那个10港币 这时候需要登录账号 现在提示的是这10港币是第一个月的价格 后边那两个月是送的 下面有一个支付方式 我们可以添加支付宝 第三个就是支付宝 这个环节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我们先把我们的支付宝账号关联到XGPU上 首先会出现二维码 我们用自己的支付宝扫一下 然后点击同意开通微软的免密支付 回到电脑上点继续 接下来需要填写地址 这个市线还有地址随便填 我写的是ABC和CBA 然后点击保存 现在支付方式添加成功 然后点击订阅 点击订阅之后才会扣款 它会自动扣你支付宝里面的款 提示感谢购买 浏览游戏 回头你看一下你的支付宝 应该是被扣了8块多钱 先不要着急玩游戏 我们先回到支付宝 把开通的免密支付功能给它关掉 要不然等到三个月到期了 你也忘了 它会自动扣70多港币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正常的浏览和下载 XGPU里面的游戏了 这个XGPU里面的账号 可以和你Windows的账号不一样 也可以一样 这个也是可以修改的 另外XGPU里面的这个ID名称也是可以修改的 但是免费机会只有一次 最后带大家看一下我的购买记录 还是自己付款购买的比较踏实 比那种代购或者点卡代充要安全 没有隐患 好了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希望能帮到你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